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那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泰模的冰桶濾杯 那今天這個濾杯是01的 黑色的濾杯 塑膠版本 我們把它打開看看 那它這個盒子的設計 其實它這個系列設計的 都差不多 都是這樣子的設計 那打開裡面有一張它的小卡 它裡面介紹的是它這個冰桶濾杯 肋骨的設計 它主要有分成三層 它有分成粉層 注水層跟密封層 那它會希望說我們的咖啡粉 就是放到它這一條A 這個粉層的這條線 那注水就是到它B 注水層的這條線 那不要超過這個B這條線到密封層 但是這個密封層它有點像是緩衝的意思 所以就是你如果真的超過了 它到上面是沒有肋骨的 所以它在上面並不會有太多的側流 我想這樣的設計也是蠻特別的 像之前我們看到有些濾杯的設計 它是水位越高的時候 上面的肋骨就是越塗越密 這樣它在高水位的時候 可能在上方的側流可以快一點 像是常見的這個川流或是星芒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效果 但是這個冰桶是跟它們有點相反的概念 就是當你水位超過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反而是把它密封起來 不要讓它在高水位的時候有太多的側流 我想濾杯真的每一個它的肋骨設計都有它的用意 那也會達到不同的效果 好接下來我們看看它裡面還有一些說明書 然後它也有附一包濾紙 那它自己附的濾紙呢 其實因為它的大小會比較符合它這個濾杯 因為冰桶這個濾杯它是屬於做凹進去的溝槽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沖煮之前如果先淋濕濾紙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這個濾紙是很服貼在濾杯上面的 那當然如果用它們自己的濾紙 它整個服貼性會更好 因為我們試用過一些其他牌子的濾紙 可能每個濾紙之間還是會有一些誤差 所以有些濾紙可能稍微小一點的時候 它還是沒有辦法很好的服貼 那用鈦模它們自己的濾紙的話 服貼性可以表現得更好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用氣泡紙包著這一個 鈦模的冰桶 塑膠版本的黑色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濾杯 其實它整個構造就跟00版的 都是差不多但是它就是放大的感覺 好但是整個放大看起來就是 這個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大小啦 因為其實00這樣相較之下真的就小一號 好那它這個00我自己在使用的話 我覺得是沖煮10克到15克是比較剛好 好那如果沖煮更多的話 其實因為它比較小就沒有這麼好去發揮 那當然像有些人說它可以沖到20啦 我想如果是用分段注水的方式的話 可能到20克還可以 好那如果像我自己是習慣 用一次注水的方式的話 可能這個大小的話 我覺得10克到15克 會是比較剛好的一個分量 好那這個01的版本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以沖煮到15到20克都沒有問題 好那尤其是如果以它的建議的方式 就是不要沖到它上面這個密封層的話 那其實它的粉量也不適合到太多 好所以如果是跟00的大小比的話 我們就其實這樣子很明顯的 可以看出它大小的差異 好但是我們現在看的話 就是說其實它的這一個 剛才講的粉層跟注水層 還有密封層的比例 其實這兩個看起來是不太一樣的 其實這樣子比較看起來的話 00它的這個注水層感覺是比較大一點 那01的話這個是它的密封層感覺比較大一點 所以感覺它並不是等比例的去放大的一個感覺 所以00的它雖然看起來小 但是沖到15克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跟這個水晶版本的來比較一下 其實它的肋骨的這個高度的話 因為它都是01啦 所以其實它的比例上就會看起來是蠻接近的 好但是主要它的差異性就是在它的 這個溝槽的邊緣的這種尖銳度 好水晶的這一個版本的話 它的尖銳度感覺是比較圓滑的 那塑膠的這個版本它就可以做到 真的是非常的這個線條 非常銳利的感覺 好那其實如果以銳利感來比的話 我覺得00的 00的做的它可能比較小啦 所以那個銳利感又更明顯一點 好那我們來用這一個01的塑膠版本的濾杯 來做一個沖煮 好我們先放入濾紙 那我們放的這張濾紙就是它濾杯裡面所附的 泰膜他們自己的濾紙 那這張濾紙它大小當然做的跟它們的濾杯是非常的符合的 所以我們在沖煮前先沖濕紙 其實就可以看到 它這張濾紙是很服貼在濾杯上的 那當然這個每個牌子的濾紙大小會有點誤差啦 所以別的牌子有些我們在試它可能服貼還是差一點點 但是它們自己加的濾紙 服貼性是比較好的 好那如果我們有先沖濕濾紙 就要記得把這個沖濾紙的這個水要倒掉 那我們今天用15克的咖啡粉來沖煮 我們今天用的咖啡豆是伊索比亞的耶加雪菲 那我們先稍微的搖平 讓這個咖啡粉在這一個濾杯裡面是比較平整的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其實15克的粉放進去 剛好就是在它所謂粉層的這條線左右 那也就是它建議的就是我們的粉層的高度 那我們現在開始注水 我們先悶蒸 那我們的悶蒸的話就是用30秒的時間 那這一次的悶蒸水量是大約在25克左右 那也都是我習慣的一種沖煮方式 像我自己是習慣悶蒸水量 是在這個粉量的一倍到兩倍之間 我覺得都是OK的 那我們如果順順的讓它都吃到水的話 其實像25克就是在這個區間之內 那現在30秒之後我們就開始來沖煮這個咖啡 那也是用我這邊習慣的沖煮方式 我們就是順順的平均的繞圈然後去注水 注到我們今天目標的水量是200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一邊注水下方的水流 它就很快速的流下去 其實冰桶它是一個流速算是蠻快的一個濾杯 所以其實它也是蠻好操作的 因為其實流速快的濾杯它就比較不會到後段 有塞住的問題 那塞住的話就是會有過度萃取 那可能苦味色味會出來 所以我們這樣順順的沖煮的過程 可以看到它流速其實是蠻順暢的 而且我們這樣子的水量 我們現在已經沖煮到大約200克的水量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還沒有到達它所謂的密封層 也就是說它所建議的這個注水層的高度 所以我們用15克的粉 200克的水 然後慢慢的順順的這樣注水的比例的方式 其實就剛好可以符合它這個濾杯設計的 到達它的注水層就好 那其實它就算到了密封層 也不太會去影響到它沖煮的效果 因為它的密封層本身就是作為一個算是緩衝 這樣水不會從上面的地方流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它整個沖煮的時間 大約到了2分鐘左右 其實就流完了啦 現在看到就是慢慢最後幾滴 我讓它滴的差不多 我們就把濾杯就可以移開 所以我們剛從影片中 其實就可以感覺到 這個濾杯的流速其實算是蠻順暢的 它不至於到很快 因為像我們剛才這樣注水的比例跟時間 有些流速很快的濾杯 可能在差不多1分半左右 它可能就萃取完了 但是這個濾杯其實到流完 大約要2分鐘左右的時間 所以它速度也不會到說很快 那因為過快的話 有時候我們會擔心的是萃取不足 因為它總萃取時間太短 那萃取不足會讓咖啡比較偏酸 然後偏澀 風味比較薄弱 所以它這樣子的流速 其實可以讓咖啡有一個很好的萃取 但是它到尾段也不會說越來越慢到塞煮 其實它從頭到尾都還蠻順暢的 而且它剛好這樣子三層的設計 粉層、注水層跟上面的密封層 也可以讓我們在沖煮的時候有一個參考 其實我們不一定要用 我這樣子一次注水的方式 有時候你在注水的時候 你想注多一點的時候 你只要小心你不要注超過注水層 或是你想要慢慢的分段注水的時候 你這樣子剛好它的這一個注水層的界線 就變成是你一個可以參考的基準 所以它這樣的設計我覺得也蠻好用的 所以你可能在沖煮 比如說20克甚至25克的粉的時候 你想要分段注水 那你什麼時候該停水的時候 你也可以由水位到達這一個注水層上面的界線 來做一個參考 所以這個濾杯在不同的沖煮方式的時候 我覺得因為它這樣子的設計 也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參考的預計 這也是蠻方便的 所以這個濾杯算是一個蠻好用的濾杯 那沖煮出來的風味 有它的甜感跟厚實度可以表現得不錯 不會太單薄 那也可以保持它的乾淨度 所以對於新手來講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濾杯 那對於想要有沖煮變化的朋友來講 它也是一個蠻好去應用的濾杯 所以這個濾杯其實在這幾年推出以來 真的是有蠻多朋友喜歡用這支濾杯 所以如果想要試試看 不同的濾杯的沖煮方式的朋友 其實也是可以考慮這個濾杯 那它跟我們之前所習慣的濾杯 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我們的濾杯通常是在濾杯的杯壁上 有突出的肋骨 但是冰銅的設計 它感覺是在濾杯的杯壁上 是往內挖 挖出溝槽的感覺 這個是跟其他的濾杯 感覺上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也蠻值得一試的 好 這是我們今天開箱的冰銅01 黑色的濾杯 之後我們會有更多咖啡分享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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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follow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你 明知 采訪